那我们来看一下阿兰老师对于EDD的赛后采访 哈喽 阿兰老师 哈喽 首先非常非常遗憾这场比赛 其实真的非常接近 就我刚才也在说 我在上面甚至都觉得 我难以想象这场比赛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 我一度以为那这个比赛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是非常可惜 最后你们还是输掉这场比赛 那还是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康康 这个也是确实 这一场比赛也是相当的疲惫 那这是你们的第一次的这个国际大赛 而且是一次在国际大赛上的一个线下赛的舞台 这样一个地方 那你觉得这一次 因为你当时应该是很多次已经想象过了 来到这个地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当你实际踏上了这个舞台之后 你觉得它跟你带来的区别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觉得这种首次的经验 以及这种面对国际线下舞台这种经验 是不是有影响到你们一些发挥上面的一些成色 虽然说这第一次嘛 可能大家第一次线下 就是没有特别的经验那么充足 就可能大家打的不是很适应 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去尝试去适应这个环境 适应这个氛围 然后我们也在努力去融入这个氛围 他们那种 就是我们都想把自己调到最好的状态 我们也在克服一些水土不服 然后生病什么东西的 我们都在克服 但是就这样 确实我觉得这一次比赛还是 我们也看到你们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 那这次比赛也是确实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那我们谈到学习 其实那你们觉得这一次的两场比赛下来 在面对两个不同赛区的对手 那一个可能是你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 同样是在亚洲地区的PaperX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可能在欧洲地区 那这可能原来跟你们原来不太有会有交手机会的 这样一支Team Liquid 那你觉得这两次的对碰 这两次的这样一个小组赛的这样一个机会 你有觉得学习到什么东西 是你们觉得回去可以去再花更长的时间去 去琢磨去消化的吗 就不要太过于的去放大自己的个人能力 更多的是团队的一个配合 然后更多的是一些节奏上的把控 节奏上的改变 更多的是一些队伍的氛围 在上的时候怎么去调整过来 然后去学习他们敬畏他们 我觉得确实看上去 我觉得康康是非常觉得有受到 他们一些不同这种风格的一些印象 那确实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之前 因为EDG Edward Gaming 是从东亚最终入围赛当中突围出来的 那看上去可能是面对这种不同赛区的风格 那这一次你们也是面对了Scream 我相信Scream你也之前有耳闻过他 那他其实是一名有多个项目历史 这样一个传奇的设计类项目 这样一名选手 那你觉得今天这一次跟他交手这个经历 你对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然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 这东西就像一个传承 就我来到这里我也学习到一个东西叫做传承 这个传承不仅是父母给我的 是我哥哥给我的 还有那些选手 我兄弟们给我的 我教练给我的那些传承 还有对手的传承 就像今天打之前 我看到他 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从小到大 就是看着他打比赛 很多CSV比赛什么的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传承 一个精神 就是能让我更想去面对他 更想去击败他 然后也是确实有这样一个碰撞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也很珍惜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也再尽全力去打 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明显的 感觉到你们每一分都在尽你们的权利去打 那其实说回到就是每一分都尽全力去打这个事情吧 那其实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是今天第一场比赛 其实打的挺久的 就是在你们前面那一场比赛 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比你们预期当中要等的再久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们在后台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会感觉到比如说会有点等的会有点久 然后会有点着急吗 还是会说你们会利用这个时间去 怎么去维持自己的一个状态 我们会在后台打打死斗 然后跟队友对一枪 当然他时间拖的越久 在后台等的越久 我越紧张 就还是感觉这个等的时间非常交心 对吧 对 我觉得确实这一次比赛是一个很难得 但是也可能有点 就像你讲的 其实遇到了非常多困难的一次经验 那我觉得就谈到这一次学到的东西 你刚才也学到了 就刚才也说到就是你觉得 是学到了非常多一些关于团队方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包括说一些风格上面的一些这样一些内容 那你觉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或者说你们觉得你们将来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你个人将来的一个前进的方向 你认为会在哪里 可能我们打法会更多变 不仅仅是快 然后在节奏上面的把控可能会转变的更多 然后就会像去跟别的队伍去学习 然后去就是因为有了这次经验 跟他们实际上交手过了过后 我们会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也在尝试很多东西 再去肯定是会往好那一面去发展的 希望大家不要失望吧 那这边也是确实 我相信有非常多EDG的支持者 包括康康的支持者 都是在看这场比赛 而且我相信其实他们也能看得到你的努力 和你的团队的努力 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看得到 那其实我其实没有其他问题要再多问你了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在这场比赛之后去 在休息之后能够去好好地去学习这一次 利用这次经验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那最后也是送你一句话吧 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江东弟子多彩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卷土重来 再次回到一些其他的国际比赛的舞台上 也是希望你们加油 希望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不是现在这样 我们是会变成一个更完美的队伍 变得更有更多的风格变得更激情 更多的风格更激情的队伍 我能听得出来这是你的目标 也是希望我们下一次的采访能够是在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下去进行的 也是在此希望你们加油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和连线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采访 拜拜 谢谢阿兰老师 谢谢所有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的那些观众 谢谢你们 拜拜